主料,蛋清一个,麦芽糖40克,清水25克,柠檬汁3滴,辅量,吉利冰一片,玉米淀粉100克,红色素一滴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30分钟到一小时,吉利冰片抱着碗里加入清水泡软,此清水不在配方内,玉米淀粉倒入锅里炒熟,摸下面粉热的旧型熄火。 两个六连膜里倒入适量的熟玉米淀粉,并用鸡蛋印出生凹痕,鸡蛋要用大头的那边,印出来才会圆很多,备用,用新鲜柠檬挤出汁3滴,但清加入柠檬汁和白糖5克,大发质出现粗烫,大发质干性发泡,那锅里倒入白糖20克,麦芽糖和清水小火连煮边搅拌,煮到白糖隔减后转中小火加热,至110。 12-118度熄火,软化的几粒丁片,沥干水。 趁热加入锅中并搅拌均匀,将混合溶液加入到蛋白霜里,用电动打蛋器继续打发至浓稠状态,出现完路不容易消失为止。 打发好的棉花糊一分为二,一般加入红色锁两滴,并搅拌均匀装入瓦花袋,加一半装直接装入裱花袋,分别装入裱花袋的棉花糊。 白色棉花糊挤,挤在鸡蛋印出生烙痕里,然后用粉红色棉花糊在表面挤出图案。 全部棉花糊做好后,在表面撒上手,玉米淀粉,盖着放置一小时,吃的时候,将表面的玉米淀粉开掉即可。 烹饪技巧,一粗粉要提前倒入模具里并印出生烙痕,不然棉花糖将很容易降温凝固。 二,本红色棉花糊要是觉得很稠和难画图案时,可以放在温水上泡一下,就会变得流动性。 三,煮白糖到110度以上是要特别留意,最好用筷子搅拌下,我第一次煮食就直接煮糊了。 四级利定片可以用鱼胶粉带气,五小爪子如果挤出来后有小尖角,可以用手指沾点水按瓶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